在大学里 当特定的地点遇上特定的时间 就能产生美妙的化学反应 吸引广大学子前往朝圣 例如课间总在排队的女厕所 期末总是没位的图书馆 还有到周末就开不到房的小宾馆 他们隐藏在街口小巷里的入口 只有探险家才能找到 很多人不明白 除了年迈的空调 可以将你从没有空调的宿舍里解救出来 这狭小的环境和破旧的浴室 有什么值得让人留恋的地方 但是如果大学几年里 都没有去过这种小地方 要么没点本事 要么连故事也没有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 在这里 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趋势 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精彩内容 不容错过 俗话说 武则大学养不起来一家书店 但可以养起来五十家宾馆 有人算过 要是用开三星级酒店一半的钱 在大学附近开十家宾馆 包你赚的盆满钵满 一楼卖点成人用品和泡面 二楼改成七八个房间 低风险 低投资 绝对是每一对校园情侣 周末用来度假的不二之选 这些宾馆通常密集 分布在最繁华的地段 整个周边都会围绕它 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态 各种小卖部 放摊 请去用品店和KTV 一条龙满足你所有诉求 吃喝玩乐 什么都有 诗会 束缚 很多青年愿意选择这些环境恶劣的地方 除了便宜外 更多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善解人意的老板娘 要知道每一个坐在前台 负责给你开房的老板娘都特别上岛 他们看着一个个带着妞去的男青年 回答永远都是 只剩最后一个单人间 而当你牵着心爱的姑娘走上楼梯时 看到一间间空着的房间 嘴上说她是骗子 其实心里面早已乐开了花 可以说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住过大学附近的宾馆 她虽然装修简陋 厕所破旧 甚至可能没有窗户 但实惠的价格和方便的地点 都是大学生青睐她的原因所在 猫爷记得自己第一次在大学附近开房 是在一个八月天的夜晚 那次晚上带着姑娘去看演出 回来已经过了寝室的门禁时间 无奈之下 最后去了附近一家名叫温馨宾馆的旅店 40块一晚上 开空调加收20元 床中间的人形凹陷 还有看着向墙却又不隔音的交合板 这有瑕疵的场景和完美的独处空间 就是猫爷从初中便开始盼望 整整憧憬了六年换来的夏天 每个现代都市的歪歪小说里 主人公把女主带到大学附近的宾馆里之后 经历第一次的女主角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将冉红的床单拿走 留作纪念 而作为一个交友甚晚的青年 对这件事猫爷一直保留着纯真的遐想 但直到第二天猫爷问姑娘要不要这个床单的时候 那种看弱智一样眼神让我明白 现实生活中也许这种情况并不存在 有时候住这些宾馆的也不都是情侣 他们有可能是在外边喝醉翻不上墙的学生 或是网吧停电已经回不去的青年 而选择叫上几个关系好的哥们 开一间房 拿几打啤酒 把床拼一拼 也能享受一番校园外的自在感 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地方 即使吼起来也要比在寝室来的放心 往往在每个宾馆里 都住着那么几户模范情侣 让你不得不感叹人与人的差距 一个晚上同一地方得传来好几次回响 是要用尊严让床付出代价 找回那几十块的血本 并且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依然可以在每天早上十点准时叫你起床 如果恰逢情人节这种节日 你甚至可以感受到整栋大楼在微微地震 关于塞进门缝的小卡片 也许是整个冰冷的房间 唯一能给你一点暖意的东西 就算大家知道 他本身可能是个圈套 平时相互开着玩笑 但当一个人打游戏太晚而住在校外 你走到房门下 把他拿出来看看 也能从中获得一点浅薄的慰藉 有时候抱着自我欺骗的心态 想试一试 想着也许是真的也说不定呢 大学里还有一个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 那就是班里的漂亮女孩 又被谁谁谁保养了 前段时间牵手门闹得沸沸扬扬时 与女主同款的衣服卖断了货 某个博主发了一段视频说 那些买同款衣服的女孩 都是怎么想的 是想学人家一样穿上这衣服赶着给领导当二奶吗 没想到评论区里很多人说 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读书十八攒 工作多年 全部身家还没有人家一个月的消费高 读得再好有什么用 又苦又累的 还没给人当情人赚得多 也有人嘲讽说 给领导当牛坐马工作半辈子 赚的钱还不如陪领导睡一觉 真羡慕那些长得好看的女孩 看着这些评论 猫爷不禁想起网上常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 那些被包养的人 后来都过得怎么样了 很多人可能以为 年轻时被包养几年 等到人老猪黄没市场了 还可以回老家找个老实人嫁了 到时候家庭没满 又有钱 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从话题下面的回答中 似乎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答案 有人说 她身边有个经常去做兼职的女孩 年纪轻轻地过上了让周围人羡慕的生活 后来 听说她怀孕了 回到了村里 村里的人一看她怀孕了 连孩子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名声一下就传开了 到现在过去十多年了 也没结婚 独自养着个孩子 因为有了孩子 也没好意思再出去做兼职 而且生过孩子后身材大变样 她也知道没老板会要她 现在一个人偶尔给人打打零工 但因为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 当年的积蓄早就败光了 现在四十岁了还需要父母救助 也有人说 她还在读大一的时候 就有同学辍学经常出入各种夜场 偶尔回到学校也有人开豪车接送 衣服和包包都是名牌的 看得很让人羡慕 后来因为经常胡吃海喝 黑白颠倒的生活 身体出了大问题 整个人瘦的橡皮包骨 调养几年才缓过来 后来出去上班一个月的工资 还不如曾经一夜的收入 每次坚持不了多久就选择了辞职 生活出现极大反差 自己又接受不了 最终得了抑郁症 大家发现没有 那些被人包养的 其实大部分的结局都挺悲惨的 为什么结局会这么惨呢 猫爷觉得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是双方认知的差距 大家想想 一般能被包养的 都是那种比较年轻的女孩 但这个年纪的人 懂什么社会险恶呢 而能提供包养的人 大多也是那种三四十岁 甚至更大的有钱人 也就是说 一边是摄氏卫生的小白兔 一边是江湖老油条的狐狸 现实中 小白兔怎么逗得过老狐狸呢 狐狸画几张大饼 就能把小白兔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第二则是太过高估自己 什么意思 其实每一个刚被包养的人心里都很清楚 自己是不可能被包养一辈子的 要么在自己年老色衰之前上位 要么就在退隐之前攒够资本 但在被包养的过程中 很多人慢慢就不想折腾了 温水煮青蛙 就和我们常常说的体质化一样 刚开始你感受不到它 后来你发觉离不开它 习惯了赚快钱 赚轻松的钱是很难沉下心去赚慢钱 赚辛苦钱的 这就是人性 很多人总想着走捷径 可世上没有捷径 或者说踏踏实实的 不去想捷径的是 认真走好自己当下的路 就是最大的捷径 那些让你感觉到轻松的路 往往都是下坡路 只是有的坡 很长 长到你看不到尽头 你站在路口 以为尽头处是一片天空海阔 可当你真的走过去了 会发现 原来尽头处 是无底的深渊 年轻时 就把自己的身体价值完全榨干 妄想以此为筹码 跳过漫长的跌跌撞撞 是错 成长的历程 随着年岁渐长 只留下一个没有内在的空壳 回头一望 才发现这是一条不断贬值的路 而那条依靠自己 再工作 生活中披荆斩棘的路 看起来没那么好走 却是一条不断增值的路 再差 也不过是大气晚成 值得任何人付出一生等待花开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